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萧启清壤亮相 热巴陈兴旭联手破谜局 能否再续斯腾辉煌 最近 万众期待的萧启清壤终于要开播了 先不说迪丽热巴那萨爽的战损造型 已经让大家惊艳不已 男主陈兴旭和女二张力的演技 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两位主演的颜值和气场 绝对是本剧的一大亮点 那么 这部由萧于小说改编的悬疑奇幻剧 能否媲美曾经火爆一时的斯腾呢 萧于这个名字 对于喜欢悬疑奇幻题材的观众来说 绝对不陌生 他的作品《以奇鬼》 《惊悚》 悬疑著称 其中还融合了历史奇门八卦 风水秘术 人文地理 传说译文 民俗智怪 超自然现象等元素 构筑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萧于世界 早在网剧《世灵录》中 萧于的作品就已经被改编成影视剧 但那时的反响平平 后来预昭令的改编也被不少网友吐槽 似乎未能完美呈现原著的精髓 直到斯腾横空出世 才真正让萧于正名 也成了景田的翻身之作 观众、网友和书粉一致好评 甚至还奠定了景田人间富贵花的人设 2023年 萧于的另一部作品《西出玉门》 也改编成了电视剧 由妮妮和白宇主演 两人的演技和角色契合度没问题 对原著的尊重度也很高 令原著粉丝相当满意 萧于的影视画之路 虽然曲折 但总算是渐入佳境 回到萧启清壤这部剧 她改编自萧于的同名悬疑小说 讲述了缠头军后人灭九罗和为寻找父死母贪昧失踪真相的严拓之间发生的奇幻故事 故事中的灭九罗 是这一代抓捕和寻找的萧的缠头军后人 拥有绝佳的杀萧记忆 但却想做个普通人 在一场煤矿事故中 的萧破土而出 严拓的父亲被化为猖鬼 严拓从母亲的笔记中怀疑养母的身份 开始暗中调查 聂九罗和严拓在对抗的萧的过程中结盟 发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 超出认知的诡异事件 迪丽热巴饰演的女主聂九罗 外表明艳卓绝 武力直报表 又美又能打 他性格孤僻 不相信世间的真情 但在和严拓的相处中 逐渐发生变化 聂九罗还有一个隐秘身份 就是缠头军组织中 封刀的继承人 出手狠辣从不留情 他本厌倦了刀尖舔血的生活 想偿还养父的债务脱离组织 陈兴旅的外形和气质都很符合 和严拓这个角色 高大帅气的他和迪丽热巴搭档 CP感十足 虽然比迪丽热巴小四岁 但两人的互动和对手戏 一定会擦出火花 除了两位主演 剧中还有张力 潘美夜 董畅 张艺迟 田小杰 苏欣 严卓玲 梁宋晴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大家都非常熟悉 他们的演技也为该剧增色不少 萧启清攘的导演和编剧团队 也值得一提 他们在业内有着丰富的经验 和极高的声誉 从目前曝光的剧照和预告片来看 无论是画面质感还是特效制作都非常用心 力求还原位于原著中的奇幻世界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些有趣的幕后故事 为了更好的还原灭酒罗这个角色 迪丽热巴在拍摄期间刻苦训练武打动作 力求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 陈兴旭则在拍摄前深入了解角色背景 甚至跑到矿区实地考察 体验矿工的生活 力求在表演中更加真实自然 两位主演的敬业精神 也让人更加期待他们在剧中的表现 萧启清壤不仅有精彩的故事和强大的演员阵容 还有一流的制作团队和精良的制作水准 它能否复制斯腾的成功 甚至超越前者 答案即将揭晓 相信这部剧一定会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心理上的双重享受 无论是原著粉丝 还是喜欢奇幻悬疑题材的观众 相信萧启清壤都会是你不容错过的一部好剧 让我们一起期待 见证这部剧的精彩表现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